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萌,上一期呢在游泳池边跟大家录了一些视频啊 啊,诉说了一下,我最近在新加坡适应这个天气气候的一些小烦心事儿 很多朋友呢很关心我,发来了这个雪花般的问候 然后发来了非常有用的药方,食补的药方啊,各种小点子都特别好 然后阿萌已经谨记在心,并且已经实践了一下啊 第一呢,吃了喝了这个一米红豆小汤水,特别管用 第二呢,就是该知冷知热了吧,姑娘 该穿衣服穿衣服,该脱衣服脱衣服啊 这个第三呢,就是保持每天的运动排汗 对,都非常非常的管用 所以要特别跟大家说一声感谢 嗯,当然呢,在这个感谢之余呢 更要说的是,其实阿萌是一个非常少啊 非常少能在别人面前去示弱的人 当我真的快不行的时候 录上一条视频的时候是真的快不行的时候 然后发出这个求救信号之后呢 然后就会有人看到 这个会让我格外的开心 比如说呢,一个在家住美美的一个 叫亚南的一个姐姐 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第一段就把我看哭了 说阿萌啊,我在你的这个视频里面啊 看是不是我想多了 如果说我想多的话很抱歉 但是我分明的在你的视频里面要看到了这个 呃,忧虑 然后不安稳的心心神 然后就就真的很感动 因为,嗯,我的世界向来不是我自己自自说自话的一个状态 我的世界永远都希望你们能够发声 你们能够告诉我一些事情 然后当我收到特别真诚的问候的时候 就会非常非常开心 当然了,今天这期视频 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我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 在那那个视频的底下有一条评论 呃,一条长屏 然后引起了我非常大的关注 然后那条评论 我先分享给你们吧 然后今天这条视频也是为了这个评论来给出一些回应的 这个朋友说说真心话 觉得你近期的内容啊 跟以前相比啊,已经大相径庭了 以前都关注你 呃,你关注时事和娱乐 有着精辟的分析和见解 然后掺杂了你的工作经验和内部消息 别具一格 呃,然后在现在这几个月很少能看完 或者无法看完你全部的内容 现在的Vlog已经掺杂太多琐碎的人 个人生活和有病无病呻吟的内容 然后可能你已经转型转型成生活Vlog了 甚至以此作为收入不断产出 但诚信来说 这已经跟我当初关注你的初心背道而驰 你的作为社会Vlog 你的这个YouTuber相比啊 你的内容深度稍微欠缺 而且画面和丰富程度也不够 然后实在很无趣 我看了一下留言啊 大部分人都是跟着你的一度而重视观众 然后他们可能不在意你产出了什么内容 只是在乎你有没有产出 以此来关注你过得好不好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和观众都喜欢的内容 你继续保持就好 只是我个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将会 暂别关注你的频道 我花时间写这些不是为了打口水仗 只是作为一个曾经的重视观众 写一些肺腑之言 也盼能重见昔日能说会到达吗 非常非常感谢啊 我看完这条评论也是第一时间 就是眼泪要掉下来 真的原来掉下来 就是我很在意那些 真的很在意我 很懂我的人 特别是我看过他这条评论 旁边是修改过 他一定是自真俱拙的 想要真的说一些话给我 然后才发出来的 我觉得这些都需要勇气 而且里面说的一些内容 确实也非常非常戳我 所以我今天呢 也特别特别想在这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他说的一些很多的 一些很实在的问题 也困扰了我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在从国内出来之前就在思考 出来之后一直在思考 在旅行中在思考 在我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 都在思考 这个内容到底应该怎么来做 其实我作为一个YouTuber 这个工作的时间并不长 仅仅也就是一年半的经验吧 然后做YouTuber产出内容 这件事情对我而言也难 也不难 难呢在于每天的坚持 不难呢在于我天生的 媒体人的这种sense和思考的能力吧 以及愿意表达的这个能力 所以阿萌是曾经抓到过流量密码的 我也非常知道 这些流量该怎么样加粉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非常非常清楚 在墙内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力的YouTuber 特别是关注一些热门话题的YouTuber 是多么多么不容易 是多么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你是觉得我不了解Google算法吗 还是不会起一个好的标题 还是不知道去抓什么样的热门话题 还是我抓到了某个热门话题 我不知道该如何用一种方式来把它讲出来 我不会构建故事吗 不该招致的小货事 所以呢我就失踪了一段时间 把很多内容藏起来 然后去反省去反思 我怎么能不知道 我做这些的内容 一方面是在保护自己 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在保护你们 当然这也是有所取舍了 对吧 这是有所取舍了 别的YouTuber天天想着这个粉该怎么增 我有一段时间天天想着我这粉该怎么去掉它 怎么样来去粗取筋 怎么样来找到我最合适的手中 那么我到底应该产出什么样的内容 来留住真正属于我的观众 其实这个是我一直思考的内容 对 下来呢想说的是作为一个YouTuber啊 他确实是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各种各样的条件 安萌有没有这样的福分 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却切切实实正在经历着 比如说七月份经历的事情 以及到八到九月份的时候 痛下决心一定要离开那里 迅速地处理我身边所有 我力所能及能处理好的事情 然后九月份十月份出来 十月份的时候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 不时地闪现在这个城市 那个城市 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 十一月的时候 终于心能安定下来 其实呢我的节目啊 在外表看来越是波澜不惊 越是率性而为 越是不经意之间的 逼逼一两句 它越是我用来掩盖 我的人生的经历的 起伏 大起大落吧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我正在经历和过着 怎样的一种际遇和一种生活 嗯 这些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 所以说 其实做视频 其实现在做视频对我而言 已经不是很简单单纯的 想 想为 想做一个 怎样垂直的一个频道的内容 其实它更多的像是 我在疏解 我在治愈 我在跟你们求救 对 如果我曾经温暖过你们的话 也求求你们 现在给我一点耐心 也治愈治愈我 温暖温暖我 给我一点 对 给我一点时间 对 可能我没有那么有力气 有能量的时候 稍稍给我一点力气和能量 嗯 也允许我 稍微 稍微 无病呻吟一下吧 哈哈 当然呢 说这些也是白搭 其实我也很清楚 旧的故事不能吃一辈子 嗯 曾经的 受过的苦 或者那些委屈 从来都不是我 要去做一个人设 或者要去 作为一个 讲故事的一个抓手 然后跟 跟你们来卖惨 从来都不是 我非常知道 就是 旧事已过 一切都是新的 那这些新的东西 要怎么样把它再建立起来 这是我每天在想的事情 嗯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 我的那个变签纸上 我要写的 我要做的 我要剪辑的东西 那个list 有多么多么长 你也无法想象 我每天 即便现在我真的可以 每天非常relax的 过每一天 但是我还是依旧 非常的挂心 我今天到底要输出 什么样新的内容 我想带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东西给你们 我想多思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分享你们 这些是每一天每一天 就好像当当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一样 那个成为了一种本能 所以呢 当这些东西 我年年忽忽的跟跟你们 哎呀 哎呀 不行了 救命 当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出来的话 可能我心里面会更好受一点 直直的戳戳到我 是你现在的内容是什么样 我原来怎么样 你怎么样 这个我确实会有一点点震动 对 但是这个震动呢 阿蒙也不是完全接不住 正是因为很在意 很重视 很珍视这样 特别优良的评论 所以才会今天来做这一条视频 所以所以今天也算是立个flag吧 不破不立嘛 嗯 阿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想 怎么说呢 休假也就是休完了 要开始努力工作了 嗯 除了每天在这个频道上面的这种固定镜头的这种嘚嘚嘚嘚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把之前在旅行中的一些思考的那些丰富的那的那些镜头语言能够带给你们 嗯 我做的比较慢 但是我一旦开始的话就不会停下来 另外呢就是我的生活还在不断的变化 嗯 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出来 我也希望能够和你们一样 一块去慢慢打开我的人生 我的生活 嗯 一点一点去分享给你们 然后 希望你们有一点点小耐心吧 给我一点时间 嗯 之前有有一个频道叫 阿蒙 大冒险 还是叫什么 忘了 就是专门做vlog的那个频道 已经断更两个月了 I know 嗯 然后那个因为那个频道是我的backup 呃 所以它是那样做起来的一个小号 对 然后以后的所有的内容 我尽量都发在这个 这个粉丝多一些的这个频道上面吧 你们都看得到 哎 反正多的也不说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然后非常感谢 那些给我发邮件的朋友们 以及给我留长文评论的朋友们 嗯 嗯 阿蒙不知道能不能留留得住你们 但是 我尽量吧 然后希望 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呵呵 拜拜 克五三 陛飞 这 五三